香港有个别公共屋村的村名 又或者是大厦名 都有个渔字 因为当年政府为了安置渔民 而兴建这些屋村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 随着油价不断上升 和没钱救治新的渔船 不少渔民都被逼放弃出海捕鱼 最终要转行 一起看看当年 他们如何面对生活的转变 住在屯门三姓村的张执法 以前是一个渔民 他和他弟弟和弟父 一家二十人都是住在渔船 过着随海漂流的捕鱼生活 四年前 他用了60万元装过一只新渔船 但到头来他也要放弃打鱼的工作 那一只旧式船就去不了远路 订邦 又按这个仪式床贷款 就和这个鱼篮又借钱 和机器厂又借钱 格格败卖借了有成五十万 那为什么你终于又放弃打鱼呢 那些兄弟之间 对于有意见 那么大风都要去博 这个没办法 欠人家这么多钱 一定要博饭给人家 加上经常都吵吵吵吵 自己又没什么生机做 结果又要买那只船 买了船要还债给人家 那现在你和子女转行做什么 那我那些儿女就在这个油麻地的等船 就做这个运司的 那我又三个女儿就在这个工厂做事的 你自己呢 我自己呢就做了一段时间 在这个中华电厂那里做事的 以前和现在比较你喜欢哪一种生活方式多点 我当然是喜欢拿鱼的方式多点 那起码都不用受人控制 时间 虽然是欠人更多钱 我都有自由权 其实张执法比起一般的破产愚民 生活已经安定很多 因为他能够入住公共房屋 不像在青山湾避风塘的水上人家 仍然在简陋的住家艇上生活 这里有超过一千二百只渔船 水上居民大约四千人 部分仍然出海打雨 这一类渔船有成七百只 但剩下的五百多只 就是一些长年累月 停泊在避风塘里面的住家艇 这些住家艇 除了是出海渔民 用来安置他们的家属之外 也是一部分破产渔民的居所 由于近年来 油价不断上漲 加上他们没有能力 购买先进的捕鱼工具 好像安置一只新渔船 就要花上几十万 甚至是百几万 所以他们都遭受淘汰 有些就改行经营米房 或者集货艇 有些就去驾送人艇 接载渔民埋船或者埋汗 而协助渔民运货上岸 至于其他破产渔民 就直接脱离 和渔业有关的工作 由于他们读书少 所以都是靠气力去赚钱 好像在油麻地 避风塘的等船渡运货 做建筑工人 或者是做孤雷 而大部分的妇女 都是在工厂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